一个男人心要多大才会容忍妻子出轨 答案可能和你想的不一样 婚姻需要忠诚 这句话不仅对于男人有效 对女人同样 婚外情已婚人士都应该免疫 这才能让家庭和睦 才有机会更好经营自己的婚姻 张正群刚跟自己的妻子是大学同学 那个时候妻子是所有男生的女生 最后妻子选择了自己 那个时候张正群就在心里暗暗发誓 以后一定让妻子成为所有人羡慕的对象 结婚以后张正群也很珍惜自己的妻子 处处为了妻子着想 只要她能给妻子的 她毫不犹豫都会给妻子 开始的时候两个人没有任何背景 两个人相濡以沫 再后来随着张正群的事业越来越成功 渐渐的没有时间陪伴自己的妻子 妻子呢随着生活越来越好了 日子也越来越清闲了 开始的时候她每天都是看电视剧打发时间 时间久了电视剧也没有兴趣 她就会把目光投向别的东西 例如感兴趣的男人 有一天遇到一位让她怦然心动的男人 两人刚见面四目相对 电火光磁 她的睿智 她的优雅 她的风度 她的自信 就这样催生了一场神奇化学反应 他们每天都在电话里聊天 从工作聊到生活 再到家庭婚姻里的琐事 两人关系也越来越亲密 所以妻子面对张正群的时候 越来越没话说了 开始的时候妻子想聊聊天而已 又没有多什么出轨的事情 但是情到农时的两个人在不经意的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 甜蜜儿又难舍难分 婚外情就这样轻易发生了 张正群发现自己妻子婚外情的时候 张正群是崩溃的 八年感情 他们一起从学校里的绿荫草坪走到人生里的婚纱走道 来之不易的感情常常在女人的意识迷糊之下 就可能分崩离析 后来妻子跪在张正群面前请求原谅 张正群看在多年夫妻的份上 还有两个年幼的孩子 真的不忍心离婚 就选择了原谅妻子 虽然是选择了原谅 但是这件事情还是在张正群和妻子之间留下永远的隔阂 张正群也尝试去说服自己 她一个人在家确实不容易 也会为自己没有尽到丈夫责任觉得惭愧 但是越是这样尝试着去原谅 内心的矛盾越大 一想到自己女人曾经对自己做过的事情 总会莫名其妙发脾气 开始的时候妻子看到张正群这样的状态 还会继续祈求原谅 但是效果并不是很好 在张正群越来越冷漠的态度下 妻子开始不在乎了 后来又肆无忌惮地再次出轨 有过出轨历史的女人 每当男人看到她都会提醒自己 自己曾经失败过 自己曾经被戴过绿帽子 这种藏在内心的失败和羞耻感是很难消散的 所以这次张正群没有再选择原谅 他们还是离婚了 选择了彼此放过 爱情应该是美好的 让你回忆的时候会嘴角上扬 而备犯和出轨就是爱情里的事 是那种会刺痛你心中的痴 这些想拔而拔不掉的痴会刺痛你 让你没办法过了心中的坎 很难能真的谈原谅儿子 人在很多时候都要有原则和底线 而不是什么错都犯 有些错一旦犯了 你们感情也就没办法重新开始 出轨是爱情上的一根痴 除非是不爱了 否则怎么可能会真的原谅 对不起 对不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